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国外学习过 所以他懂得很多国外的训兵方法 于是他将国内外的方法结合了起来 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训兵方法 并且这套方法很管用 他训出来的士兵在作战方面很出色 就是这套方法 使得他在很多抗日战争中获得胜利 他是国民革命军 是具有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的 将领 具有很高的国际巡王 拥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战绩 善于指挥部队 被誉为东方龙梅尔 那如此出色的军事家 为什么被关押起来了呢 当年国民党战败 孙立仁和蒋介石回到了台湾 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后来蒋介石又同美国成功签订了一条共同防御的条约 但从那以后 蒋介石就对孙立仁侧目而视 看不上孙立仁 就在这个时候 他手下的一个将士郭炎亮 他想要借此机会对蒋介石发起兵变 但很可惜 这件事被暴露了 作为郭炎亮上级的孙立仁无法逃脱责任 于是就被蒋介石关押了起来 后来蒋经国执政 他派人去看望孙立仁 这时 孙立仁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 要求正式退役 第二要求修缮住处 第三要求恢复自己的自由身 听完这三个要求 蒋经国只答应了第二个要求 这时候他已经八十八岁了 听完这之后让人莫名的心酸 煽然泪下 当李登辉执政后 其他两个要求才被同意 孙立仁拥有一身才华 却被囚禁在这破旧的房屋里 实在可惜 而他的要求更是令人感动 不忘自己的使命 无法再报效国家 只求能够正式退役 恢复自由身 这种精神难得可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种精神难得可贵的 这种精神难得可贵的 这种精神难得可贵的